各位小君台湾Plus频道上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嘉隆 今天来谈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有关新光金并购案 那么最新的进展 从这里我要讲对金管会的观察 对台新金中信金这两家 抢亲的这两家可以有什么样的评论 那么首先金管会在中秋节前 召开记者会来公布金管会的最新立场 那么虽然他讲了四个理由 来驳回中信金的公开收购的申请 那么这四个理由里面我们初步看一下 就是你公开收购的时候 因为10%是门票 就是至少你要买到10%的股票 然后才展开要收购的这些接触谈判这些 然后中信金说他的目标 收购股票从10%到51% 那么金管会就做文章 说那你如果诟病进展下去的话 那另外的49%你是怎么打算 是到时候准备这个便宜的就收购吗 就是让那些另外的49%没入去 只好廉价卖给你是这样吗 没说清楚怎么处理到那个另外的49% 第二个如果并购不成的话 你手上买进来的股票 介于10%到51%的这个部分 你要怎么样来试出股票 你要怎么处理这一部分 没有讲清楚 这个叫做内容不完备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对于新光金要争支的内容 讲得不清楚 然后最后一点当然就是希望现金并购 不要用换股的方式 那基本上金管会的立场是鼓励合议的并购 那对于公开收购的话 那么比较鼓励用现金 而不是用换股 换股的操作这样子 金管会的这些立场 这个在媒体公开以后 它等于在为金融业的并购 划下这个游戏规则 划下这个红线 就是什么事可以做 什么事最好不要做这样子 就是等于是制定好这个框架 那么当然理论上这样讲是好事情 那我们先来观察跟评论一下 第一点 记者会的召开是金管会的副主委 邱淑貞 而不是主委彭金龙 从头到尾 这个并购案 彭金龙都没有讲话 记者会也没有出来主持 相当于整个消失 仿佛今天的金管会 没有彭金龙这个主委 原因是因为彭金龙 接受媒体的这个质疑 采取利益回避这样的立场 因为彭金龙之前 曾经在中信集团的子公司 就台湾人寿 还有中信产险 来担任独立董事 算是有一些连结 那么中信金的这个并购 这个他就采取回避 本来媒体上有质疑说 那你这样的话 你立场会让人家质疑 你是不是有在护航 对不对 护航中信金 那所以彭金龙主委这一次 等于从头到尾都没有讲话 也没有主持重要的记者会等等 算是技术上进行了利益回避 这个也算是一个良好的示范 那么接下来就是 金管会的所谓重点 两个重点 就是合议并购优先 并购最好用合议并购 不要用敌意并购 然后他提到敌意并购 会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等等 然后第二个呢 最好用现金并购 不要用换股的 因为换股的话 它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股价在波动中 对于并购的真正的价格来讲 是有不稳定性的 那么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你换股的话 你其实必须征求股东会的同意 让股东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可是中信金的话 是董事会通过就向金管会来申请 中信金的股东 其实都没有讲话的机会 这些理由都算是技术性 虽然也是很重要的具体的细节问题 但是基本上重点应该放在 它所谓的中信金 没有办法去 如果是敌意并购的话 它没有办法去先做 这个叫做实质查核 去了解物标 并购目标 新光金的里面的业务跟资产 跟财务状况等等 没有事先的去接触去了解 所以金管会就会问 你所谓的仲效是怎么算的 这样子来 很多人就会说 你既然没有去做实质查核的话 那么你的报价可靠吗 对不对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回答很简单 你都说台信金早就跟新光金有接触 叫做合议并购 双方已经接触 谈了好一阵子 那台信金做了实质查核 跟接触以后 提出来的报价 是当初第一轮是11块3毛2 那中信金当然就可以 在这个实质查核过的人的报价上面 去加码 加码三成 叫做14.55元 第一次提的时候 所以你不用说因为我没有做实质查核 所以我对新光金的估价偏低 没有这回事啊 台信金做了实质查核 报价才11块3毛2 那中信金第一次报价的时候 就14块5毛5 没有实质查核 反而报价更高嘛 你不用说因为他没有实质查核 所以他可能对于新光金的那个估价 有偏差 因为他就直接加码了嘛 所以呢这个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 真正的问题是新光金有资金缺口 台信金跟中信金的确都要办理增资 那问题出在增资的资金来源的背后 会不会有中资 真正的问题出在金融业并购的时候 会不会引进中资作为背后的资金来源 我估计金管会会重视这一点 因为这个涉及到金融业的国家安全问题 所以呢对于中资的高度敏感性 会让金管会想要知道 你台信金跟中信金 在为了并购新光金所需要的融资问题 背后要增资 那么这个背后有多少资金是你自己的 有多少资金其实是来自中国大陆那边的 中资问题可能才是一个没有明讲 但是很重要的议题 好那么对金管会的解读先到这里 结论是说金管会在为将来金融业的并购 定出游戏规则 那么其实金管会有一点管过头 为什么 因为在国外敌意并购是很正常的 很常发生的事情 并不是所有并购都要走合议并购这一条路 几乎不可能排除这个敌意并购 那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那个并购的方式 谁说不能换股呢 如果双方讲好要以多少比例来换股 来达成这个并购的交易 也OK的啊 在国外这个都很正常 那因为我们在金融业还有或者产业的并购 经验还不够丰富 所以我们也在摸索阶段 比较说保守一点 大家要知道在国外的话 敌意并购正常 换股的那个并购 以用换股的方式来并购是正常的 所以金管会应该要有心理准备 将来这方面还要再做开放 把游戏规则做适度的开放 那重点是将来要培养台湾的金控的国际竞争力 台湾要达就是台湾可以成为国际资本管理中心 就是asset management 国际的资本管理中心 很多国外资金会来台湾来享受台湾这边所提供的资本管理服务 那这样的目标的话 提升台湾在国际金融界的地位 那至少有一部分会把香港的国际金融业务能够接到台北来 现在的话香港很多国际金融业务就跑去新加坡或者跑去东京 那么其实在香港旁边的台湾应该要分到一杯羹 我们的金融业有国际化的必要 有成为国际金融业的一个有利的竞争者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必须把台北的金融业提升它的竞争力 提升它的水平 那么金管会有这样的一个算是 也算是政策任务 就是提升台湾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跟参与度 那么所以金控的并购其实是势在必行 因为台湾的银行太多 你看马路上街头转角到处是银行 这些重复的地方很多 这个叫做overbanking 就是银行的那个过剩 出现过剩现象 那么要整并 从银行的整并到证券公司的整并 到保险公司的整并 这个都有必要 最后的话形成资本管理 财富管理这样的一个业务 然后可以国际化 这个是将来金管会任重道远 要训练我们自己的业者 有这方面的经验 不要一个并购案一谈谈二十年 这像话吗 就是将来我们要让金融业 熟悉并购的过程 并购的法规 并购的策略 如何去计算并购以后的综合效益 等等等等 我们要做这方面的锻炼 那么所以这个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 做一个结论 并购的整个过程有三个重要环节 第一个当然是报价 这个报价要计算并购以后的综合效益 叫做仲效 那么计算这个仲效的话 你就要做实质查核 了解对方的业务跟财务状况 然后去估算你将来整并以后 可以创造出哪些经济效益 然后于是你可以提出怎样的报价 第一个问题是并购的报价 这个报价不可能一个报价走到底 通常都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的报价 因为市场机制肯定会是竞争的 然后第二点并购的融资问题 这一点的话现在媒体谈的比较少 并购的话通常金额庞大 尤其是并购金控这种金额庞大 都需要发债券 发增资股等等 从市场来筹资金 就是并购的融资问题 肯定是一个重要问题 第三点就是并购以后的整合 重点还不在于产品的整合 业务的整合 还有策略的整合 企业策略 而是人的整合 人分成高阶管理层的整合 然后再来是专业人才的整合 最后是一般员工的整合 人的整合才是并购成功或失败的关键因素 不是产品的整合 大家请大家注意 也不是什么零售通路的这些整合都不是 并购的成败的关键是人的部分怎么整合 那么这个部分为什么说 尽管会倾向于合议并购 意思也是因为看出来 人的整合在合议并购里面会比较平顺 敌意并购的部分可能在这方面的话 会比较不顺畅 那么所以 我们在考虑到并购有这三个环节 报价 融资 然后跟人的整合 有这三个方面的话 那么照理说我们要把这三个部分的规则 又都越来越明确 很多技术性的细节 有更具体的内容跟规范 让业者可以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 来寻找并购的机会 我们目前的15家金控里面 估计最后整并之后 大概就是7家上下 大概也许7家8家或6家7家 现在的那个金控实在是太多 不符合台湾的这个 有限的这个金融业的市场 台湾要发展成国际资本管理业务 国际财富管理业务 这样的话很多外面的资金会跑来台湾 会进入台湾 那这对台湾经济金融都是有利的 对不对 那么中信金一度说 他们想打造金融业的护国神山 那就是说有金融业 那个他的国际竞争力跟影响力很大 大到那个别人不敢来侵犯台湾 就像那个半导体业这样的一个情况 叫做护国群山嘛 那半导体这个产业聚落提供了一个灵感说 我们是不是可能在金融部门也有那个很重要的这个金融的这个企业 然后让别人不来那个对台湾那个有侵略的野心 那就是有点像瑞士 你看瑞士的那个钟表业很厉害 它的银行业很厉害 当然它还有药品食品这个这些领域也很厉害 可是你知道吗 瑞士的人口不到台湾一半 居然可以有这么多世界级的品牌跟业务 所以这一点值得台湾这个笑话跟追赶 所以呢 这个这一次我们利用新光金的并购案 看出来如果台湾的金融业要建立国际竞争力 跟国际影响力 然后对台湾的国际参与能力有所提升的话 那么的确我们要展开金融并购 然后在金融并购里面有三大议题 重要的议题 就是报价融资跟人的整合 那么这些领域的话 那么金管会可能可以表示出他的政策态度 他的主管机关的立场 让民间业者有所遵循 那么目前因为台湾在这方面算是只是起步 所以比较保守一点 这个可以理解 金管会目前的立场比较保守一点 特别强调跟重视金融秩序 现在大家都知道避免这个在委托书大战 在报纸上登广告互相攻击 然后互相抢委托书这样 那这个对金管会来讲 所以设下规则 委托书不能用买的 你可以征求委托书 你不能收购委托书 这个定下游戏规则 这个坦白讲方向是好的 就是台湾将来肯定要整并很多的金融业 金融业要做很多的整并 要提升它的国际竞争力 比如说我们不但要有金融人才 而且这些金融人才最好也能够讲英文 在国际场合里面来做沟通 包括发表演讲或者进行商业谈判等等 所以我们的金融业的人才也要培养 我们对于金融业的投资银行这个业务 财务顾问并购 对不对 私募基金这些比较美国拿手的这些业务 我们台湾的企业也要开始跟上 所以金管会迟早要再放开它的监管 鼓励更多的并购的形式 让市场机制有更好的运作 而不是有很多的监管 来把金融业的束缚一直放大 所以金管会要看出来台湾将来有这个需要 金融要走向国际 然后迎接国际财富管理或国际资本管理 在台湾的发展 那么所以从新光金这个案件 我们期待台湾会有在更多的案例 跟更好的更成熟的表现在金融业的整并方面 好 以上说明 谢谢